上禮拜讲的千刮壶,不过特别注意这个的千刮壶它是全形的 那全形跟半形是不同的 如果在Excel里面你那个全形半形打错的话它会找不到 所以记得这个地方的刮壶是全形的 那当然长的话找第一个啦 那你如果说要找第二个的话 记得就是在第三个参数里面把前面找到的这个 在前刮壶后面还要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边有个参数 就是找到之后再把它怎么样 前面前面的第一次找到之后再把它加壶 那加壶之后它就会把第一个跳过变成从第二个开始 就找到第二个 那第三个怎么找 哇那第三个更麻烦 它会把上面这个fine到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可以复制在贴上贴到底下来 然后再把它加壶 不过像这样的做法 其实函数只能这样做 因为函数它有一定的限制 但VBA的话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弹性 不过相对的VBA的弹性固然大 可是呢程式也不好写 但如果你可以跳过这个 你可以假设将来VBA程式呢 也能够得心理所很快 可以把你要的功能写出来的话 那理论上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像刚刚同学问到有什么那个 每一页 要把每一页都要加就是底下后面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吧 应该至少 对工作表 比如说前面有个总表 按下去就自动跳到它对应的工作表 是不是 我要列出所有工作表 然后还有工作表的代号 里面有就是参加客户代号 代号也在工作表名称那边吗 不是在每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固定位置 固定位置嘛 那其实其实 其实像工作表名称 要一次全部跑完的话 其实你可以什么 写个回圈 其实全部的名称呢 都可以自动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那至于那个 它的对照表 已经应该用一个对照的位置吧 V-R-A-N-S-U查一下 应该也可以查得到 然后呢 再利用超连结嘛 那超连结你只要做一次嘛 录制聚集 其他用跑回圈的就好了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啦 那只是说 细节部分呢 那你就是要把刚刚讲的部分 就类似于我们刚刚的这个练习一样 就是把它在录完之后 再做一点点的简单的编辑 OK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结果啦 那后面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举另外的例子好了 因为类似的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那再来表单跟资料库难度可能感觉应该是比较难一点点 要不我们先这两个单元先跳过 直接先看那个工作表合并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蛮多同学工作上面好像需求还蛮大的 那这个工作表合并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工作表 你希望一件呢 可以把很多工作表变成一个工作总表 那当然可以把它合并的话也可以把它分割出去啦 也可以合也可以分嘛 反正资料在Excel里面啦 其实不外乎就是单一个工作表的范围分割 再到很多个工作表的分割跟合并啦 那未来当然也会是工作部Excel的分割跟合并 可能一个Excel档案里面有很多个工作表 你希望一个工作表独立出一个工作部 那当然了 当然这也没有问题 可是要怎么做 那如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范围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先开启那个练习档 练习档你可以从云端上下载也可以 或者是说呢 直接把这边这个把它下载 或者是说你从那个我们之前下载的那个练习档 也有问题临时这个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练习档 其实还蛮单纯的不外乎就是什么 第一季那我希望呢可以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123月的资料自动贴到这边来 那以往你的做法怎么样 第一月怎么样 然后把这个范围比较聪明的是Ctrl-C向右向下 这个就快速选取Ctrl-C然后呢 切到第一季移到A2贴上一个月份 应该是选一月的时候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所以应该选这里Ctrl-Shift向右向下Ctrl-C 然后呢把它怎么样 切到第一季这边把它贴上 那再来怎么样 再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Ctrl-C向下 再移动一列怎么样呢 再切到二月把它贴上 再一样Ctrl-C向下 然后呢再向下一列再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123月合并在第一季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该怎么样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能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你一样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一月录一下就好了 二三月都一样 所以呢再来先录好聚集之后 接下来 再修改 那修改哪些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程式码了 这边的话我帮各位整理出一些可能的重点 那这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能会需要逻辑很简单 就是要录制 可是先录制之前你可能要先想几件事 一到八 不过呢这里面哦 我们录完的结果啦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切到第几个工作表 那我一般是切那个第一个的话 他会录下一行是SHITS 也就是工作表物件哦 叫做SHITS 那你要指定哪一个工作表哦 这个瓜糊里面的话他有两种表示法 一个是双引号给一个字串一月 第二种表示法是第几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要指定什么呢 指定哪一个工作表的话 给名称或者给第几个 那第几个是从一开始 OK那也就是说我从第一个开始 然后呢第二个开始 所以呢我可以录下一个这样这一段聚集之后 那向下一列这个可能比较特殊 向下一列的话哦 如果你要向下一列 它是点下去 它会点哪一个储存格 点哪一个储存格 它并没有向下一个 因为下一次再点还是那个位置 所以呢这里的话 可能需要把它做一个修改 改什么呢 改这个向下一列 那可能还需要多学一个啦 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叫什么 Active Active应该哦 就是目前游标所在的那一个储存格 那记得没有加一次 因为只会有一个 Obset的话是偏移 偏移多久呢 偏移一个 前面这个数字是列 后面是蓝 点slate 它就帮你移动一个 所以请各位试着录啦 那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流程 所以呢你等一下录制的时候 先把游标放在第一季 然后呢我们一哦 然后我们来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我录下来就是叫工作表合并好了 这个名称 然后呢我录制之前 最好先彩排一下 然后确定OK之后 一先把工作表名称先打上去 二的话呢 再来就是先点选这里 一先切过来的 在游标放在这边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好记得那个尽量快速键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用你之前的方法 可是比较容易入到一些键盘滑鼠的动作 那那些动作可能会干扰到你程式的运行 所以我比较建议用那个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也是做快速选取 再来切到第一季 游标放A2 Ctrl V 然后呢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Ctrl向下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如果你对快速键不熟的同学 可能要记一下那个 然后呢在下一列 下一列是箭头向下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录完一月了 那二月三月四月 反正假设全年都一样 所以其实 再来就是在外面包个回圈 那所谓回圈是重复做一件事情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程式停止录制 那再切到什么呢 我们那个编辑功能 那一样你会发现这边 它自动帮你插入一个模组 并且增加一个叫工作表合并的一个程序 那只是说呢相关的动作 做哪一些呢 其实一样啦 我是建议你自己最好是先 自己刚刚做的动作 先做注解 确认一下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选取嘛 然后 再来就是Copy 复制 切到第三季 诸如此类的 然后再把它贴上 不过 这边可能会需要注意一下 未来 假如1月贴到A2是没错 可是未来你还不能再继续贴到21A2 不然它会把什么 A2下面又改 所以这一行可能你要 记得要把它注解掉 这不一定要删掉 如果你要暂时保留 你可以前面加一个单引号 然后贴上Ctrl向下 OK 这个叫Ctrl向下 如果要让它向下一列的话 这边记得就是说呢 我这边是第四 切到第一季 然后怎么样 把它贴上 注解的话呢 我想你就按照你的流程 比如说 后面呢 我是会加个编号 这个编号的话呢 就是 你做哪些动作 后面点 后面自己打 因为我这边大概叙述一下 最后一行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让它不 因为你会把A32.slate 意思就是一直都在那里 那不对啊 我们是希望什么 游标移到最下面之后 再让它向下一个储存格 一列哦 那你可以打一个怎么 刚刚讲那个Active Sale 不用加S 因为只会一个点Active 不过你如果打点下去发现 奇怪怎么没反应呢 因为打错字了 对不对 所以Active 这边少一个C 有没有 如果你打错字哦 它点下去不会理你 但是呢 如果你没打错字 它就会有清单出现了 这个记起来还蛮重要 因为我发现 同学问的问题啊 通常是程式打错了 显而易见啦 OK 只要你程式没打错 其实我想你写VBA 应该会蛮愉快的 像我都注意一些细节啊 所以怎么打都不会错 所以你们的错误问题啊 你有时候问我 可能我会突然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因为我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知道 你们可能会犯那个错 是因为每个同学 几乎都问类似的问题 OK 像刚刚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一定有同学自拼错了 像刚刚那个什么XL蛋 其实那个XL 太多同学打成E了 E跟L其实很难分辨 那 我刚开始也是看不出来 奇怪好像都对 为什么就是执行错误啊 后来才发现 把E改成L 程式就OK了 这真的是不好 之前还遇过什么问题 还把那个什么 双引号打两个单引号 我看半天 好像也看不出来 像那个 打两个单引号 这里好像还比较好分别 有些电脑里面 看不太出来 OK 这边的话呢 大概说明一下 点下去的话 它会有一个偏移 Offset 那它会问你说呢 你要几列一列 几栏零栏 意思就是同一个位置 Denslate 跟它讲说游标放那里 好这样的OK了 好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 一月移过去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执行看看 理论上 这个是搬一个 那你这边已经有搬一个嘛 你就把它Delete掉看看 它会不会执行正确 这边Delete 然后呢 那你也可以不用按钮 你直接把这个执行一下 那如果你不确定 你程式是不是能够跑正确 我建议你可以按F8 组航 有没有 增错里面呢 有一个叫组航的 所谓的组航 就是 因为你直接按这个 一下就跑完了 你没有办法看出细节 可以用组航 那你可以看一下 Shift 1月.slate 你会发现 它切到1月了 那个Range A1.slate A2 它就是游标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Copy了 切回到第一季 贴上 然后游标移动到最下面 再向下一列 诶 有没有 这样子1月就OK了 可是问题 你还有2月3月怎么办 很简单 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它就会按照你的吩咐 几个工作表 就帮你跑几次了 这就还蛮好用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如何加回圈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不用急啦 反正我是建议 你就是先了解我刚刚讲的逻辑 然后呢 再彩排一下 OK之后 再录制看看 录完之后的每一个动作 请你在上面加注解 加注解这件事情 很重要 那注解至于要写什么详细的内容 因为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后面我现在是没有时间加了 所以你们如果要写详细一点的话 当然也是更好 因为未来你可能会忘记你自己到底录了什么东西 将来如果你要再使用这些程式的话 其实你只要回头看一下 甚至这些东西都还可以reuse的 它可以将来也许有些地方就不用再录了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以后要去合并其他的地方 像我的做法 直接就拿前面录的贴上 改一下就好了 OK不用重录了 试一下